一鼓作气 两军在阵前对垒 齐军接连敲了三次战鼓 却没有发动冲锋 曹贵等到齐军队形散乱的时候 才让鲁庄公击鼓进军 战鼓一响 鲁国的军队像潮水一样涌向齐军 把齐军杀得大败而归 战后鲁庄公问谋士曹贵 为何齐军敲了三次鼓 你都不让鲁军应战呢 曹贵回答说 打仗靠勇气 第一次击鼓时 军队的士气最旺 再次击鼓时就减退了 三通鼓之后 士兵的勇气就会衰竭 此时出兵 当然获胜 以上是一鼓作气这一成语的出处 一鼓作气 原意指的是 第一次击鼓时 军队的士气最旺盛 现在我们常用一鼓作气 来比喻一口气把一件事情做完 好了 小朋友 让我们来听一听下一个成语故事吧